近日,据媒体报道,面对美军的威慑伊朗突然亮出了核潜艇项目,号称其技术水平不逊于096。可携14枚洲际核导弹巡逻,在美伊对峙之际伊朗罕见地公开了核潜艇计划。可以说是对伊朗军队和民众军心的一次大提升,但核潜艇的研发难度众所周知。这艘核潜艇真能造出来吗?就算是造出来,也可能会被美军轻易击毁。 伊朗选择在此时刻上即使提出了核潜艇的计划,其最大的目的或许不在于对与美国的对峙上起到筹码的作用。毕竟现实该核潜艇仅存在于图纸上,等到造出来。美国人嫌无聊了自己就走了,事实上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公开宣称无意与伊朗对抗。并欢迎伊朗重回国际社会,由此可见。 伊朗在这个节骨眼,把战略核潜艇计划用作筹码的说法并不可靠。伊朗需要战略核潜艇吗?需要战略核潜艇做什么? 在此前,伊朗的舰军方针围绕着摧毁美国航母与登陆舰为核心。为此进一步地升级了其空军力量与导弹部队,意在布下口袋阵。请军入望,其设反舰导弹宝核攻击击毁美国航母。 伊朗无疑是发现这么做已经渐渐行不通,随着伊朗的发展。其本土的安全被提升到了相当高的高度,不能像以往一样试图与美国进行本土决战了。 既然此刻的伊朗需要保全本土,那唯有将战场往波斯湾外,往幕后看不见的地方推移,回顾之前的美伊对质。 美国称伊朗若是启动核武器制造计划,则会马上全面进攻伊朗。而伊朗称自己要研究战略核潜艇,无疑是在警告美国,核弹已经可以用了。 再试图阻止核计划也是没意义的,美国也许也了解到了这点。 因此在之前的冲突中不但没有进一步的升级其烈度,而是试图用外交手段解决。 也暗示了伊朗已经掌握筹码迫使美国让步的信息,但从实际运用中,波斯湾与阿拉伯海之间作为一个漏斗状的海域,波斯湾能够成为伊朗舰艇的大本营。 也自然能够成为被美军所围困的绝地,伊朗该核潜艇若实入役。 大部分时间只能活跃于波斯湾内,无法外出到危机四伏的大洋。 这必然让伊朗核潜艇的定位更加倾向于成为海上的导弹发射警。 但要想造出搭载14枚核弹头的战略核潜艇谈何容易,无论是核弹和反应堆的小型化。 舰艇的动力与降噪都够伊朗赫一湖的,伊朗宣布该核潜艇的计划更大可能是一个皇子。 对外宣示自己拥有核打击能力来换取一定的震慑力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 谢谢。